缝袖子之前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织这袖子留这袖口的时候 你要考虑你最后的缝盒 要缝进去两针 所以说呢 你看我这边 这是两针上两针下 那这两针上边上这 我有一针下针 就准备缝进去的 你看这样 完了这边呢 两针下针边上 我有一针上针 也是准备缝进去的 这样呢 你缝完以后呢 这个袖子才更漂亮 你看不出缝的这个接口来 所以说你这个 就你到你收 收这个袖口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针要算好 这边我们要缝进去一针 这边同样也缝进去一针 这样缝完以后 它接上正好是两针上两针下 就是这些细节 大家注意一点 可能这衣服 织完以后 就是效果就更好看一点 你现在你看 你看这个位置 如果都缝好了 你就看不出 这儿是缝合点了 现在整个我们袖口 这儿缝完了 大家看 效果好不好 是吧 如果你穿上以后 你这儿看不出是缝合的点 这一点呢 我们是一行对一行缝的 完了你上边呢 你就可以两行两行的缝 就上边这儿 两行两行的缝就可以了 就调两根镀线 这样缝 其实这个织毛衣吧 你就是 真的大面上 有时候你看不出什么 就是这些细节 你做好了这个毛衣 就是就显得很精致 往往这个 好多人就不中这种细节 这样我们就两行两行缝就可以了 把这儿缝好了 现在我们这袖子整个就缝好了啊 我这个呢 是织绣的时候的加针点啊 所以我拿了一个别的线 你看 现在我们这儿 你从哪边看 你看 都很完美啊 如果我把这线 你看撑掉 你看不出来 是吧 所以注重一些 你胡刀 我匠 我匠